好 那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讲题 就是失败政府到愚蠢政府 第三个讲题 在把麦克风交给陈哥来评论 今天最后一个讲题之前 呼吁独有们 第一 记得点赞分享转发我们这个直播 大家多多支持 帮我动动手指 帮我们分享 帮我们点赞 邀请给更多人看到我们所讲的 第二 记得subscribe我们的专页 然后第三 记得投票 有一个民意调查投票 刚才有1800位独有在线 踊跃的投票 最后我跟陈哥会给大家评论 然后 这个政府是失败的 政府 我陈哥还有 蓝主编 胡博士 刘博士 龙哥 大家都讲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这个政府真的是差到没有人有 我大概在六七个月前 我就直接说这个抗议 政府抗议是零分的 我已经说了N次 我在我自己的直播说 在新生活报的直播也说了几次 完全就是一个无能的政府 一个MCO 早早就说嘛 你要MCO你就敢改MCO 不然你就不要 你这样子拖拖拉拉 像挤牙膏似的 大家还记得这次MCO3.0刚刚宣布的时候 一开始是宣布Selano六个线 Selano这么严重的你只封六个线 然后你封Selano你KL不封 你这个是什么白痴想出来的天才想法 结果第二天封KL 第三天过了两天封Joho封Pili 三个线三个线 然后又过两天封槟城 再过一天全马都说来MCO 然后他的MCO还是一半的MCO 其实跟CMCO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今天又来一个FMCO 说是我们完全lock now跟回到1.0的情况 我告诉大家 大家也不要开心的太早了 现在他宣布FMCO 他有讲Essential Service 就是关键领域还是可以做工 关键就在什么是关键领域 MCO1.0很成功 因为当时关键领域锁得很紧 后来这个关键领域越开越大 越开越大 到MCO2.0的时候 几乎全部领域都是关键领域了 所以他现在FMCO到底是不是 什么是关键领域 他还没有说 这是废财政府最大的问题 邮报枇杷办遮面 这么重要的宣布 你要宣布一半不宣布一半 所以这个政府是无能的 然后这个hashtag 会越来越火红 当然是越来越多人 都看清楚政府的真面目了 有些人还一直想 政府也很困难 没有钱 我们国家又不是先进国 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拖的越长 你就越能看清楚政府的真面目 同样的道理你跟一个人生活久了 你就可以越知道他的真面目 这是肯定的 所以越来越多人也生气 也有明月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么重大的MCO 回到MCO1.0 至少在PM 就是我们首相署 所发布的这个公告里面 是说要回到完全附落 然后的时代了 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最爱上电视的慕尤丁 竟然没有出来 竟然没有出来 做这个重大宣布 而只是用一纸文告 原因很简单 他知道民怨很够力了 他出来就是作为剑靶 给人家骂 所以他宁愿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宣布 为什么会有愚蠢政府 愚蠢首相这样子的说法 当然像陈哥所说慕尤丁肯定不笨 而且他手腕很高明 所以他这个威如雷乱 摇摇欲坠的政府 可以光光难过光光过 他很会使用大棒跟裸博的政策 很会使用恐怖平衡 政治平衡来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他不是一个笨人 但为什么大家都称呼他愚蠢的首相 因为慕尤丁上电视的时候 明明不是直播 他要说直播 他的手表是六点 给人家抓到 他说他九点直播 这种东西都要讲骗话 还不用紧 他也自己知道 明怨很严重 大家都讨厌他 所以他在上面讲 他就半可怜 我已经努力了 我做了很多 如果你们要骂我是PMBODO 你可以骂我 我没关系 我已经很努力了 所以我可以给你们骂 他其实是打一个悲情牌 所以他一说PMBODO 大家就把hashtag 从Gradia and Gaga 换成Gradia and BODO 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 很多人都说我们疫情要不要封 其实是经济跟人命的选择 然后有些人就把责任推给人民 像之前广传的一句话就是 你若自律何须封城 你不自律封城何用 讲这些人 其实这两句话是废话来的 废话中的废话 同样的你看我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换成政府 政府有用 何须自律 政府无能 自律何用 也是一样说得通 这个就是废话 就像我跟你说 你不用吃饭喝水 你就不用上厕所 你吃 你只要有睡觉 你就不会觉得累 这个是废话来的 问题是 我能够不吃饭不喝水吗 不能够 我能够我现在做工 我很累 我能够睡觉吗 我不能 我也想自律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很多人不自律 我自己自律 我自己关在家 我可以关到十年后 关到一百年后 我不做工 别人都在做 那我吃草 所以就是因为人们不自律 就是因为有害群之马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律的 只有小部分不自律 而且我们看到不自律的 其实大多数都是政府高官 在哪里搞双重标准 阿世民回来不用隔离 打如定开记者会不戴口罩 所以不要赖人民 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管控这些少数的害群之马 跟法律一样的情况 你可以说你若自律 法律何用 你不自律 法律 何须法律 这个不是废话吗 谁说你不自律 何须法律 你不自律 何须封城 封城就是要对付不自律的人 要政府拿出杀手锏 对付这些不听话的人 对付他们教训他们 杀鸡儆猴 这个才是功效 所以是政府的无能 他没有执行力 然后他设定的法律 又变来变去 悠转又悠转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而不是怪罪人民 应该要怪罪政府 当然MCO是有效的方式 但MCO不能只是MCO MCO不是目的 它是一个手段 它的手段 它要达至的目的是让人扫出门 而扫出门的目的是什么 要找出潜伏的病毒 所以政府不能只是推出MCO 就什么都没有做 他还必须要大量的筛解 找出隐藏的病毒 感染人群 然后隔离他们 确保他不会传染给人 再把这些病灶都找出来了 患病的人都找出来了之后 你就要严格施行SOP 一有人感染 一有社区感染 局部封锁 找出那边感染的人 这个才是要做的 不然我们的政府如果只是为了宣布MCO而宣布MCO 我们的确诊压低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再爆发 所以责任是在政府 不是在人民 不要给这些废话 空话 屁话来影响 刚才我忘了说 我突然被打岔 就是经济和人民 我不同意说MCO是经济和人民之间的 人命之间的选择 因为你想如果我们重开 我们没有MCO来降低这个情况 我们的医疗崩溃 ICU已经满了 槟城已经做了一个野战 就是军队来做的 给军队用的ICU 因为已经满了 吉隆坡已经超过 吉隆坡雪隆地区已经超过120多巴仙 你说这样子 我们的经济还走得下去吗 所以并不是经济vs人民 而是经济加人民vs经济 这是我的看法 然后陈哥刚才讲的很 对有人说中国靠自律 这样子讲的人 肯定是完全不知道中国的人 完全不知道中国 因为中国并不是靠自律来打赢这场战争 中国是靠非常非常严格的执法 而且他是共产国家 他可以一定程度的渡让人权 我可以直接封你的小区 他是用这样子的铁碗方式 才战胜这个疫情的 当然因为中国的资讯很多不公开 到底是不是真的战胜 我们不清楚 但从他流出来的资讯 他绝对不是靠自律 而是靠政府的铁碗 所以你举出中国的例子 恰恰好是证明了 不是靠自律的 所以不要赖给人民 完全同意陈哥所说的 好我们陈哥还有要补充吗 没有了 好那我们三个讲题讲完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